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有某位承办商认邀来调整雕塑的基座 他对这个雕塑的含义充满着好奇 当他听到这个比喻的解释的时候 他的眼中充满了泪水 因为他先刚刚将自己那个行为暗劣的儿子 赶出家门 他听了这个比喻之后 他受到感动 想要去找回他的儿子 并将他带回家 当这个浪子 揮发了他父亲的财产之后 他想要回家 既然他已经不配再称为儿子 那他就打算做一个故宫了 但他的父亲 是完全已经看到他了 就向他跑过去 拉西亚拉大学的雕塑作品 生动地描绘了父亲的恩情 他奔向儿子 父亲的衣服似乎被风吹起了 露出了他的脚 这样对一个上了年纪的生死来说 是很没面子的 然而父亲并不在乎这些的尊名 相反的 他跑过去 拥抱 亲吻这个浪子 使他恢复了儿子的身份 但这个都不是全部 他又叫人 大牌宴职 这样说 将肥牛族牵泥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 我们就快乐了 然后我们看到哥哥的反应 他好像法利塞人和民事一样 好远 父亲出来劝他 进去和他们一同庆祝 他虽然好像小儿子一样的不配 但是他都是不肯接受 在这里我建议你 不妨花点时间 将这个精彩的故事读完 这个故事充满了欢庆喜乐和幸福 因为失丧的被找回了 天国是一个充满欢乐的地方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曾经迷失 却被尋回的时候 我们将充满喜乐的崇拜上帝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 喜乐地接受并宣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内文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再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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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